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他所在的房间却不是一个普通的房间 房间的每一面墙壁 包括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 都有一扇小门 男子尝试着打开了其中几扇 他看到每扇门的背后 都有着一间同样的房间 只是房间墙壁的色调稍微有些不同 男子没有多想 他随便打开小门 钻进了其中一间房间 但他在房间里还没走几步 一面钢丝网瞬间就从他的身体划过 紧接着男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然后他的身体如同积木般 四分五裂掉落在地上 不久后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从一个房间的天花板爬到了另一个房间 他是一名在职的警官 没想到他刚爬上来 他就看到房间中躺着一名男子 警官联盟上前查看那个男子的情况 他发现眼前男子的衣服上 有着一个名字沃斯 由于警官衣服上的名字 是属于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推断出地上男子的名字 就叫沃斯 警官用力拍打了几下沃斯的脸庞 他想唤醒昏迷中的沃斯 但沃斯毫无反应 于是警官只好打开一扇小门 来查看一下对面房间的情况 可当他打开那个房间的颜色时 他立即把小门关上了 因为他之前就在一个同样颜色的房间里 看到了一个男子被机关当场分尸 这时他发现沃斯醒了 可还没等警官弄清楚状况 沃斯背靠着墙壁上的门锁 就开始转动起来 警官下意识地隐藏在门下 然后他趁对方探头时 一把将小门里的人拽进房间 并扔在地上 正当警官准备一拳奏向地上的人时 他看到地上的人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敌人 而是一名普通的金发女子 从金发女子惊恐的表情来看 他可能和大家一样都是被困着 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房间中传来了女人的呼救声 警官打开小门 他在确定周围没有危险后 他立即把对面的那个黑发妹接了过来 黑发妹在爬下小门时 他无意间把兜里的眼镜掉在了地上 眼镜上的一块镜片也因此摔碎 与此同时房间里天花板的小门被人打开 一位年长的老者利索地从上面跳了下来 警官见状后不禁感叹 到底有多少人被困在这个鬼地方 随后他警告众人 在这个鬼地方千万不要随便走动 金发女询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警官将自己之前看到的事情告诉了他 可老者对他们的话丝毫不感兴趣 他轻车熟入地利用鞋带 将自己的鞋子扔到了隔壁房间 还没等鞋子落地 墙壁上就出现了几个火焰喷射器 只见急到火柱瞬间喷在鞋子上 老者看到后 连忙将燃烧的鞋子拽了回来 老者告诉众人 有些房间里镶嵌着运动感应器 用鞋子就可以安全地触发房间里的机关 然后他爬上另一个小门 准备试探其他房间的情况 这时警官拦住了他 因为他的举动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 所以警官希望先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随后警官询问众人 有谁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进来的 金发女表示自己是一名医生 她是在吃晚餐时突然失去知觉 等到醒来后 就发现自己来到了这个鬼地方 而黑发妹是一名研究数学的学生 她在来到这里前正准备睡觉 到了沃斯介绍时 她随口说了一句 自己醒来时就在这里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 她并没有告诉众人自己的职业 然后医生猜测 一定是政府把他们抓来的 毕竟只有政府才有实力做出这样的事情 旁边的老者告诉众人 不管他们是怎样来的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逃出去 警官认同她的看法 既然有路进来 那就一定有路出去 他们可以利用扔鞋子的方式 触犯机关前往安全的房间 于是众人立即开始行动 他们用这种方式 顺利通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房间 在通过房间的过程中 他们时不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某种机关触发的声音 随后黑发妹在小门的过道中 发现了三组奇怪的数字 他们认为这些数字 代表着房间的序列号 可如果这样推断的话 那这里至少有几亿个房间 就在众人准备进入到下一个房间时 老者突然察觉到下一个房间 里面的空气非常干燥 虽然鞋子扔进去没有反应 但老者推断 这个房间中可能装有化学分子感应器 这种机器可以感应到皮肤散发出的硫化氢 如果他们贸然进去 很有可能触发开关 当警官听到老者的推断后 警官希望他可以向众人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如此了解机关的构造 这时老者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我叫莱恩来自法国 警官听到老者的名字后 异常的兴奋 他告诉众人 眼前的这个老人 就是传说中的飞天神鹰 他是一个感应器的专家 他曾经逃脱过七所戒备森严的监狱 警官的话让众人得到了鼓舞 他们认为 有这样一个逃脱大师在 他们肯定可以出去 不过老者告诉众人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份 而放松警惕 游戏才刚刚开始 然后他就跳到了下一个房间中 可他刚一落地 就感觉到这个房间的空气异常的干燥 紧接着一股腐蚀性液体 瞬间喷在他的脸上 尽管众人及时将他拉回房间 但老者的头部 已经被溶解了一个大洞 老者的死亡 让众人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果说逃脱大师都会被机关杀死 那他们这些普通人 似乎都在戒难逃 正当众人沮丧时 警官再次询问众人的身份 他认为他们这些人中 肯定有某种联系 但众人的身份 还是那么的普通 就连沃斯也没有什么隐藏的身份 他只是一个得过且过的建筑师 而且他的态度异常的消极 这时医生抱怨道 自己脖子上的紫金项链被拿走了 那是自己的心灵寄托 医生的话触动了警官的思绪 他认为如果众人的私人物品都被拿走了 那黑发妹兜里的眼镜是怎么回事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警官让黑发妹再次去看一下 小门过道里的数字 他感觉到眼镜的作用 就是为了让黑发妹可以看清那些数字 随后黑发妹仔细观察着这些数字 突然他打开了其他小门上的过道 他需要其他房间上的数字 其中就包括那个有着机关的房间 在一番推算后 黑发妹得出一个结论 他推断出 如果房间的三组号码中包含质数 那这个房间就是有机关的 反之如果是合数的话 就说明房间是安全的 因为他在计算时发现 之前那些有着机关的房间数字里 有一组都是质数 黑发妹的结论 让众人再次振作起来 他们按照这个结论顺利通过了许多房间 不过当他们来到一间绿色调的房间时 黑发妹发现 四周和地板的数字中全都包含质数 这就意味着天花板上的房间是安全的 随后警官沿着墙壁上的扶手 爬到天花板上 但当他打开天花板上的小门时 从上面房间里 却掉下来一名男子 男子的行为异于常人 他的手指不停地抖动着 而且他的嘴里 也在不停地重复着每个房间的颜色 医生上前诊断了一番 然后他认为男子的大脑中存在着某种缺陷 简单来说 他是一个傻子 这时黑发妹有了疑问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傻子 也会把他丢进这个地方 可他并不能从傻子的口中问出一些东西 不久后 众人按照质数规律又通过了几个房间 可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 再加上房间闷热且不通风 众人的情绪都变得莫名的焦躁起来 现在唯一支撑他们继续下去的动力 就是早点走出这里 但是当警官跳进一间被认定为安全的房间时 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钢丝机关 好在黑发妹及时提醒了他 他趁钢丝合拢前跳出房间 可他的小腿却被钢丝擦伤 随后众人陷入一片混乱 他们不明白之前的规律为何失去了作用 这时傻子也开始莫名其妙的大喊大叫 伴随着傻子的叫声 警官发出一声怒吼 疼痛和焦虑充斥着他的脑海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温文尔雅 他大声命令着众人让傻子闭嘴 由于沃斯之前没有帮忙 所以他这次在医生的建议下主动上前制止了傻子的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众人安静下来 为了能够安全前进 他们要让黑发妹重新研究那些数字 在黑发妹研究的过程中 警官对沃斯产生了怀疑 因为在整个逃亡过程中 沃斯没有显示出任何价值 而且他还一直散播着消极的情绪 这些行为让警官怀疑起沃斯的身份 他认为他们这些人中存在着一个内奸 于是警官想到一个办法 他要趁沃斯大怒时摸清他的底细 随后警官用挑衅的言语激怒了沃斯 果不其然 沃斯在愤怒时竟然大声告诉众人 这里根本就没有出路 刹那间众人同时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沃斯 他不明白为什么沃斯知道这里没有出路 沃斯见自己无法再隐瞒真相 于是他便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其实是这个计划的参与者之一 他设计了整个密室的外壳 但也只是外壳 至于其他结构 他一概不知 当证人询问沃斯幕后指使是谁 沃斯表示 对方从未露面 他们只是通过电话联系 而且自己还是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工作 至于这个建筑的意义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愤怒的警官听完后 立即上前殴打着沃斯 他把自己的愤怒 全部倾斜在沃斯的身上 众人见状后急忙上前阻止 毕竟沃斯是唯一对这里有所了解的人 他们不能看着沃斯被活活打死 随后黑发妹询问沃斯 既然他设计了外壳 那他一定知道整个建筑的形状和尺寸 以及是否设立了出口 沃斯回答这是一个巨大的立方体 边长为534英尺 这里确实有一个出口 但那是另一个人安装的 自己不知道具体位置 而且外壳跟立方体之间不是密合的 中间留有一个房间的距离 然后黑发妹用自己的脚步 丈量了一下房间的尺寸 紧接着 她利用整个建筑的尺寸和房间的尺寸 计算出这个立方底的长宽高 各有26个房间的长度 所以在这个建筑里 最多能容纳17576个房间 而且黑发妹还发现 那三组奇怪数字 其实就是立方体上的经纬度 如果一排有26个房间的话 那根据计算 他们距离边缘就只有7个房间了 虽然众人不清楚 到达边缘之后会发生什么 但黑发妹的话 至少让他们再次看到了希望 于是众人开始继续行动 他们利用鞋子和数字 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机关 不过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 黑发妹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房间的数字看起来毫无意义 因为立方体的长度最多只能容纳26个房间 所以房间的坐标数字应该只能到26 而这个房间的坐标数字却是27 于是黑发妹认为 这个房间一定有鬼 于是他们换了一个方向继续前进 不久后 众人来到了一个利用声音触犯机关的房间 此时警官提出脱掉鞋子 悄悄地从房间里穿过去 但是他认为傻子不能跟着 因为傻子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 他们可以走到边缘找到出口后 再回来找傻子 黑发妹和沃斯认为警官的想法是对的 可这个意见却遭到医生的反对 医生直接说出了这个想法的残酷真相 如果他们真的出去了 那他们不会再冒着风险 回来找一个傻子 医生告诉众人 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他们可以丢掉性命 却不能丢掉人性 医生的话打动了沃斯和黑发妹 警官见状后只好同意带上傻子 随后众人决定 第一个出发的人是沃斯 他们看见沃斯利用天花板的把手 成功挡到了对面的房间 于是其他人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走了过来 虽然傻子的速度较慢 但他在医生的帮助下还是顺利通过 此时只剩下警官一人没有通过 不过众人并不担心警官的安危 毕竟警官的身体素质是众人之中最强大的 果不其然 警官轻而易举的就来到了门口 正当他准备钻进房间时 傻子却突然大喊了一声 好在警官反应够快 他趁机关触犯的瞬间跳进了房间 随后脑怒的警官抓着傻子的衣领 开始大声抱怨 但医生却制止了警官的行为 他痛斥着警官没有人性 两个人因此发生争吵 在争吵的过程中 警官用极其污秽不甘的言语 大声辱骂着医生 他的话 让一旁对他有着好感的黑发妹都无法忍受 这时医生根据之前 警官所说的家庭情况反驳道 你的妻子和你离婚 估计也是因为你说的这些话吧 医生的话彻底戳中警官的痛处 他一巴掌扇在医生的脸上 警官的行为 让医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 然后他捂着脸 对着警官继续说道 你是不是就这样打你的孩子的 所以你的孩子才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警官听到这句话后 当场愣在原地 他下意识地扭过头去 他不敢再跟医生说话 因为医生竟然真的说对了 紧接着一股强烈的怒火涌上他的心头 他想做出更激烈的行为 可他考虑到其他人会阻止自己 于是他强忍下了怒火 此时黑发妹站出来缓和气氛 他表示再打开一道门 就可以看见边缘了 随后沃斯打开了最后一道门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门后既不是出口 也不是其他房间 而是一片寂静的黑暗 警官看到后连忙探出身子向外望去 他想找一找出去的途径 可他只能看到门外垂直的墙壁 和墙壁上一些奇怪的装饰品 随后为了寻找出口 警官决定用衣服做成绳子 荡到对面查看情况 可黑发妹表示 绳子无法承受她的体重 这是医生自告分涌 他愿意尝试一下 毕竟除了黑发妹之外 他的体重是最轻的 更重要的是 他不愿意看到年幼的黑发妹发生意外 不久后 医生绑好绳子 缓缓爬出小门 当他下降到绳子即将无法到达的长度时 他便开始向对面荡去 医生的行为 让房间里的其他人紧紧抓住了绳子 他们有点无法承受住医生的体重 正当医生准备尝试第三次荡到对面时 意外发生了 房间突然开始震动 众人被震动影响倒在了地上 绳子也因此松脱 好在警官伸手敏捷扑向门外抓住了绳子 其他人见状后 立马抓住警官的双腿 随后警官一点一点的把医生拉了上来 他的手此刻抓住了医生的双手 随后医生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微笑 可警官脸上的微笑却瞬间消失 他望着这个一直激怒自己的女人沉默不语 医生这时察觉出他的意图 他还没等医生喊出声来 警官就松开了双手 但随着医生的尖叫声 他的身体坠向了黑暗之中 而回到房间的警官露出了伤心的表情 众人见状后也开始悲伤起来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医生是被警官杀死的 不久后悲伤的气氛弥漫在房间中 在这种气氛下 黑发妹已经没有心情破解数字解决困境 无奈的警官只能让大家原地休息 就在大家因为闷热和脱水昏昏欲睡时 警官突然把黑发妹抱到了另一个安全的房间 他的双手逐渐摸向黑发妹的脖子 他声称其他人都是累赘 只有他和黑发妹才能从这里逃出去 他们是完美的一对 警官的话让黑发妹感到惊慌 他不想理睬眼前这个恶心的男人 可警官直接扑向了他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沃斯及时赶来阻止了警官 此时的警官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他大声告诉黑发妹 其他人都是内奸 包括那个坠落的医生 只有自己才是好人 这时众人才明白 医生是被警官杀死的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决定不再跟警官一起行动 可他们不知道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 强大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 而警官就是这个力量最强的人 在众人来不及反应时 警官就已经一拳将沃斯打倒在地 然后他打开地板的小门 将沃斯扔了下去 不过地板下的房间并没有机关 但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受伤的沃斯竟然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一会的众人连忙走进房间 他们朝着沃斯的目光望去 此时在这个房间的角落里 赫然躺着一具脸部被腐蚀的尸体 而这具尸体就是那个老者的尸体 原来他们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原地 正当众人精神崩溃 跪在地上哀嚎时 沃斯却产生了一个疑问 他们真的是在绕圈子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打开旁边的一扇小门 此时的门外一片漆黑 显然这里也是正方体的边缘 可老者死去时 这里是有房间的 于是沃斯推断出 边缘上的奇怪装饰 其实是轨道 他们听到的机关声音 并不是房间里的机关 而是房间外的机关 这些房间都在不断地移动 听到沃斯推断后的黑发妹稳定了心神 他告诉众人 之前有一个房间的坐标数字 出现了27 因为立方体的长度 最多只能容纳26个房间 所以房间的坐标数字 应该只能到26 他本以为那是一个有着机关的房间 但如果按照沃斯的解释 房间在不停移动的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存在着第27个房间 而之前沃斯说过 立方体边缘跟外壳之间 恰好有一个房间的距离 这就说明 第27个房间 就是连接着立方体与出口的桥梁 不过这个27号房间也在不停地移动 他们必须在房间连接出口时进到里面 只有这样才能出去 然后黑发妹计算出了27号房间的运动轨迹 她告诉众人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他们所在的房间离27号房间很近 如果他们在短时间内再移动两次 就可以到达27号房间 而且27号房间很快就会跟出口再次连接 但坏消息是 必须再次计算房间上的三组数字 才能找到通往27号房间的正确房间 但这次计算的方式过于复杂 只有电脑才可以计算出数字 正当众人不知怎么办时 傻子突然喊出一个数字 黑发妹惊奇地发现 傻子喊出的竟是计算后的答案 为了证明傻子不是随口胡说 黑发妹提出了几个数学问题 随之傻子竟瞬间计算出正确答案 原来傻子的心算能力堪比电脑 于是众人利用傻子的心算顺利进入第一个房间 不过沃斯并没有忘记警官是第一个恶劣之人 他趁警官准备进入房间时 用门狠狠夹住了警官 然后他催促其他人赶快进入第二个房间 随后恼怒的警官摆脱小门 冲进了第二个房间 他又彻底解决沃斯 可他没有预料到沃斯早已做好准备 他利用地板上的小门成功让警官跌落下去 不久后众人来到最后一个房间 现在只要通过这里就可以到达27号房间 这时黑发妹从地上找到了一个玻璃碎片 他发现这个碎片竟是自己眼镜上的 原来这个房间就是当初他们第一次聚集的那个房间 只不过他们在老者和警官的催促下 离开了这里 这简直太过荒谬 突然房间开始再次移动 等到房间停止移动时 众人终于来到了第二十七号房间 随后傻子打开了墙壁上的小门 而门外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白光 他们找到出口了 而沃斯此刻却坐在地上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而且他还觉得外面的世界充满了人性的愚昧 他不想离开这里 可正当黑发妹劝导沃斯时 警官突然从一个小门上袭来 他利用拆卸下的门把手捅死了黑发妹 沃斯见状后大吼一声扑向警官 可他根本不是警官的对手 警官拿起门把手捅向他的腹部 傻子看到这一幕后 立即打开出口钻了进去 警官也挣扎着想出口走去 正当他准备爬出房间时 沃斯突然从地上起身抓住了他的脚踝 此时房间重新开始移动 一半身子被卡在门口的警官瞬间被夹成两半 随后沃斯因伤势过重死在了黑发妹身边 而傻子则转身消失在白光之中 整部影片与其说是科幻电影 更不如说是关于人性的探讨 希望与悲剧相互交织 六个人本应同心协力 却变成了互相残杀 为了走出迷宫 却用的是建立迷宫的思维 走到出口却厌倦了人性的愚昧 心中尚存一些希望 却被扼杀在离自由最近的地方 逃过人性质骨的唯一办法 却是做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子 心慌方确实很心慌 好了 我是不喜家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